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時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車 同類車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輪增壓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難怪它在全球60多個國家都是增長最快的品牌 在本國同受歡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級車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駕駛 Cruze 好,來到第一個部分投資有道的時間 馬上看看今早上最新的經濟數據和企業業績 先看看Herry,就是加拿大方面 統計局公布了3月份消費物格指數CPI 按月升了1.1% 升幅大過2月份的0.3% 年率計算升幅是3.3% 而加拿大央行3月份 核心消費物格指數按月升幅0.7% 升幅大過2月份0.2% 年率計算升幅是1.7% 其實這個數字也挺可憐的 其實這個數字也挺可憐的 看到這個數字也挺可憐的 看到這個數字也挺可憐的 如果提早加息的話 只是令加倍更加強 我覺得加拿大暫時來說 他們是不想看到這個數字 讓大家的經濟穩定一點 讓美國的樓市或者加拿大的出口再好一點 這樣才會加微遲 我覺得暫時應該加息的壓力 我覺得暫時未必有這樣的條件 你也看到今早的家園 做的是1.04左右的美元 也挺高的 不過現在的通帳這麼厲害 特別的核心方面 央行非常關注 其實會不會有些現在市場人士 可能提早在大概6月份 或者是下季的時間 起碼加你一次食線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 我也覺得是看回美國頭 也是我也是那句 要看美國頭 你不要忘記了 你知道油價如果真的會肯回落的話 加拿大核心通脹的壓力 相對來說會少一點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數據一個月而已 你再看一兩個月 我覺得除非你說加拿大的CPI 再接著來未來幾個月 是急升得很緊要 否則的話 我們家覺得未必真的會加息 是的 看到這個期內 就是說 那個汽油價格 和食品價格 都是升得很高 那個升幅也比較急一點 變成都是扯高了CPI 但是接下來 幾個月究竟會不會出現同樣的情況 大家都是留意著 美國方面今早的數據 就公佈了新屋動工 大家提提 3月份 按年都計升了8%7.2% 54萬9千間 又好過市場預期的52萬間 在建築批紋方面同樣上升 升幅超過1成1 這個也是挺好的消息 是的 這個真是令人鼓舞 為甚麼呢 你發覺到美國一個重要數據之中 它的工業生產量 消費者信心持續回穩上升 這個已經肯定了是一個復甦 唯獨是因為它的樓市仍然是未成功 事好事壞 不要忘記 這個數據對上 其實它新屋動工量的樓價 亦是跌到這個谷底的 現在反彈了 當然了 你說會是 天氣開始暖一點了 動工量會多一點 股資源會有影響了 但是也有另一個理由 希望消費者的信心 在他們找到工作後 開始膽敢做一些比較長線 和大型的購買 原來自己買自己的房子 很明顯是一個很大的承諾 這方面 如果消費者都是膽敢這樣做的話 美國的經濟希望可以做一個持續的上升 好 大家都是留意著 究竟會不會是純粹一個月的升幅 還是未來幾個月 可不可以持續下去 相信這個大家都是值得留意 看看盈利方面 今早很多企業公佈了盈利 先看高盛 投資銀行高盛 第一季每股盈利1.56美元 高過市場預期的82美 第一季營業收入118.9億美元 投資銀行業務營業收入12.7億美元 而高盛在第一季回購900萬股 普通股涉及14.7億美元 到三月底 高盛資產有9330億美元 一級資本充足比率14.6億美元 高盛就說 歸道股息定為每股35美線 看到高盛 即到市前的股價升了超過1% Ari 看到高盛的業績你怎樣看 高盛應該做一個投資銀行業務 其實他的投資銀行業務 是跟全球的投資市場有更多關係 他不是做一個商業銀行操作 就是側重在那邊 雖然銀行方面是側重和經濟的發展好一點 大家不要忘記第一季雙分數升得不錯 金銀行業務都升 當然高盛應該賺到錢 也不排除第二季可能市場搶淡 你不要忘記高盛前兩個星期才搶淡的油 在油價下跌之中他們也可能會有機會獲利 做一些對沖 對 只要高盛 我覺得最重要是全球股票市場的投資氣氛 其實看到高盛股價 可以反映到全球市場的投資氣氛 如果高盛的全球投資氣氛 高盛股價自然會好 也可以說如果高盛的業績好 也反映了投資有可為 對於股票市場投資者來說 是一個正面的顯示 好 除了高盛公佈了業績之外 紐約梅隆銀行也公佈了 他們第一季盈利6.25億美元 每股盈利是0.5美元 少過市場預期的0.57美元 第一季營業收入36.46億美元 略低過市場預期 到3月底 銀行保管和管理的總資產 大約是25.5千億美元 這個紐約梅隆銀行 Harry 就跟高盛有點不同 是 這個會做一些資產管理 和商業銀行比較側重 這反映了大體上美國人的財富 也反映了美國普遍經濟 這間銀行其實是錯過預期的 即是說業績是差過預期的 你馬上看到股價已經有壓力 所以不是說每間美國銀行都是一樣的 大家投資要分析一下究竟這間銀行 究竟這間銀行是怎樣做什麼的 高盛是屬於我們叫做是屬於投資銀行 是屬於有些炒賣氣氛濃一些 可以說它的盈利是波動一些 可以上可以下的 但這個紐約梅隆銀行是反映了現時的經濟 這間銀行的銀行的盈利是有些不同的 除了金融股方面 金融板塊有很多業績之外 也公佈了一些不同的銀行 他們的盈利也有不同的 除了金融股方面 金融板塊有很多業績之外 今早上也有零售方面 Johnson & Johnson強生 也公佈了一些不同的銀行 第一季賺24.8億美元 每股盈利是1.25美元 跟市場預期一樣 去年同期比較就少了一點 似乎零售方面 在第一季度都一般 J&J其實是龍頭股 為何我們覺得J&J有些指人性 因為Johnson & Johnson除了有三分之一 是我們叫做消費者用品 大家好像買藥水膠布 還有我們叫做潤膚油 都是產品 大家都看到它都做得很大 但它也有三分之一是在藥劑科研 還有三分之一真的做藥 這間可以說是所有的藥物股之中 是一個龍頭最顯示到 因為它的業務比較廣泛 也可以說是過去幾年 兩三年以來 藥物股受壓力之後 今天終於看到Johnson & Johnson 他就開始看回它的業績 所以亦都顯示了大家不妨在未來一段日子 嘗一嘗這個我們叫做藥物股的板塊 看看會不會因為Johnson & Johnson 他的商量上調的話 是可以做好一點的 因為這個板塊其實 最近幾年都下調了很多 是呀 大家看到Johnson & Johnson 上調全年盈利的預鈔 由4.9 每股4.9 上調到5元 所以他們似乎對今年的業務都多久 對於整個板塊是一個股武性的作用 沒錯 亦都可以說影響到投資者 將來的資金點部署 大家不妨開始看看這個藥物的板塊 沒錯 不單止今天早上公佈了很多的盈利 今天下午也有很多公司公佈的盈利 還有IBM、Intel、Yahoo等等 很多的科技公司都會今天下午公佈盈利 另外CSX、Turziki等等 都是一些科技、工業、運輸股等等 其實這個星期都是重頭戲 所以大家下午時份都要留意這些企業公佈的業績 再看看美股的未來指數 今早早有些數據不錯 未來指數都上去 道指方面升上37點 標普是升上3點 納指方面升上5點左右 但是究竟可不可以有一個明顯的反彈呢 大家都未知之數 其實譬如看到昨天的評級機構標準普爾 下調了美國的信貸評級展望 由穩定下調到負面 又說美國解決財政預算赤字和政府債務增加的走勢 仍然未明朗 白宮也有些回應 發現卡尼重新國會如果不上調 或者不調高美國債務的上限 有可能令美國和世界經濟再次陷入衰退 卡尼又說 標普這個調低的評級 正好促使民主共和兩東 合作減低美國的財赤 其實這個財赤的問題 很多人已經說了很久了 這個資產負債表這麼大 其實減這個財赤 似乎不是一天之間可以做大事 不知道多久做到 這個大家真的很難處理 因為為什麼呢 美國其實這個可以說是 真的現在暫時來說 是我們市場上一個大的陰影 我們覺得這樣看 其實標準普爾 剛好昨天選擇出這樣的報告 他們其實是沒有膽量 將3A除掉的 因為如果一將3A變成2A 或者2A一加 標準普爾將來有很多手未跟 這個政治壓力 其實是沒有一間公司 可以夠膽扶出來的 大家也看到 例如高盛 前一陣子你看美國的數據 大家都看到 其實美國政府是不可以得罪的 我覺得他們選擇這個時候 放這個報告出來 其實政治目的都挺大的 因為一定要說好 因為現在美國政府真的不夠錢用 如果國會不給錢 是增加他們 再借錢的話 根本是沒有可能可以繼續運作 所以我們覺得現在 這個會是一個政治的行動 不過大家也可以告訴大家 所有投資者知道 其實美國的債借這麼多 美金其實是有一個陰影在 是 不排除將來不斷被人拿出來說 說美元會貶值 或者美元危機 可能這應該是一個新的元素 走出來 大家要小心 是的 你說說美元 看到最近的美匯指數 一直都在 如果有圖表 可以看看DXY的圖表 其實看到美匯指數 三個月的走勢 三個月的圖表 其實看到 就說 大概由七十幾七七左右 一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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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現在差不多75左右 其實之前說77已經很低了 現在到75 現在似乎 美金真的很弱 其實所有貨幣投資者 已經反映了他們擔心 美國的債台高速的問題 也開始反映了6月印完QE2印銀紙階段 又結束之後 量化寬鬆不可以再有第三階段 之前美元的走勢 現在很明顯貨幣投資者是看淡的 他們是喜歡拿其他東西多些 這個看淡 你看到美匯跌到這麼低 其實顯示了 不排除6月的時候 有機會的息口是上的 所以我們上次的節目都說 美金、美元是有機會作為一個加息 不排除最快也可以到6月底 當然我們覺得第三季是比較理想的 但是如果有些危急的情況下 6月底也可以發生的 因為現在的消息出來很快 很多的數據出來很快 整個市場氣氛或者方向都可以改變 所以一些決策的部門 他們當然都會很留意著 這些消息留在數據 也都很快可能就會有些行動 變成大家投資的朋友 要小心 可能會波動 因為看到美匯指數跌到這麼低 然後現在美國政府又借債 開始唱美元又說危機的概念走出來 大家要小心 是的 說到這裡 今天的節目時間也夠了 到明早上同一時間 到明早上九點鐘繼續在財經三樓 再見 拜拜 拜拜